这一天晚上 都城洛阳的皇宫内 中书建华裔被紧急召见 韩章殿内 西晋王朝第一任国军 晋武帝司马延的病情 突然出现恶化 当天晋武帝在遗诏中写道 西晋王朝的辅政大权 将交与国长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二人 当天晚上 韩章殿内外 弥漫着些许紧张的气氛 一夜过后 晋武帝司马延驾崩 随着消息的传开 晋武帝在深夜拟写的诏书 也公知于众 然而没有人发现 宣读的这份诏书中 只有国长杨骏一人 被任命为了辅政大臣 而对汝南王司马亮 只字被提 晋武帝驾崩前的夜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晋武帝临时改变主意 还是有人在悄无声息中 篡改了诏书 公元291年至公元306年 西晋王朝朝政施纲 朝云暮雨 持续16年之久 辅政大臣不断更换 宗室司司马家族八位王爷 引领一位傀儡皇帝 而于国长 上演了一幕 中国历史上最无情的权力争夺战 实陈八王之乱 公元265年西晋初建 晋武帝司马炎恢复分封制 分封制是天子给予宗室或者功臣 分封领地的一种政治制度 封地的统治者称为藩王 三国时期曹魏当政 分封制被废除 皇室陷入孤立 最终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家族 夺取政权 鉴于前车之鉴 晋武帝在西晋王朝的版图上 划分出了诸多郡国 每个郡国拥有自己的军队 分别由同姓司马诸王统治 宗室的权力得以扩大 司马家族的统治地位也得以稳固 然而26年后 晋武帝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司马家族政权 却依旧不能安心地将他交与后人 为了祈求身体安康 晋武帝大赦天下 改元太息 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孤独的帝王 4月19日夜晚 晋武帝的病情突然出现恶化 当天夜晚皇宫深处的东宫里 太子妃贾南风兴奋不已 18年的太子妃身份 早已让她对皇后职位更加迫切 掌控西晋王朝政权 终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然而朝廷之中 外戚国仗杨俊和宗室 汝南王司马亮 却是他去往全力巅峰的绊脚士 洛阳城里 汝南王司马亮焦躁不安 他是晋武帝的皇叔 是当时西晋王朝 辈分最高的王爷之一 先前武帝下达诏书 任命汝南王镇守许昌 还未出发 又被武帝任命为市中 停滞洛阳 掌管洛阳 进军军权 市中在西晋时期 相当于宰相之职 为最高行政长官 进武帝病危前 任命汝南王为市中 明显的迹象表明 在不久的将来 他很有可能 会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同一天晚上 杨府中 外戚国杖杨俊始终无法安睡 晋武帝病危 这个消息对于他就意味着 自己终于可以独揽政权 身为太子的外公 晋武帝最为亲信的人 杨俊深信 辅政大臣之位 唾手可得 然而在朝中还有一个位高权重的汝南王 当初晋武帝任汝南王镇守许昌之际 杨俊多次催促他离开洛阳 而汝南王却迟迟不肯离去 如今世中的职位 又使汝南王掌控着洛阳进军军权 在这个兵权决定一切的时代 汝南王司马亮无疑成为了阳俊独揽政权的最大障碍 公元291年4月20日 日夜保护 而他的这一行为 无疑显露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 不要 宗室被排出辅政的行列 杨俊陷入了骑虎南下的窘境 自武帝驾崩后 杨俊最为害怕的就是身处洛阳城外的汝南王 回想武帝病危的当天夜晚 杨俊得知中书舰被召唤入宫 夜半三更 中书舰被紧急召见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拟写遗兆 杨俊当时也悄悄潜入宫中 却意外发现了 靖武帝召见中书舰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当天夜晚 就在中书舰刚刚走出寒章殿后 杨俊便将其拦截 从中书舰的手中 夺取了刚刚靖武帝 交给他的一封书信 杨俊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当初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书信中 靖武帝命汝南王 即刻进宫面胜 即刻进宫面胜 让杨俊深刻地感受到 自己独揽大权的希望 将要破灭 杨俊再一次来到了寒章殿里 紧随其后的还有中书舰华裔 病痛中的靖武帝 没有想到自己苦苦经营的西晋王朝 最终还是毁在了这个 他当初最为信赖的岳飞手中 这一封书舰华裔的前作 开始上演 公元290年4月27日 公元290年4月27日 是晋武帝出殡的日子 而就在这一天 杨俊得知 洛阳城外 汝南王正在聚集 准备发动兵电 就在杨俊惊恐不安之时 汝南王司马亮已经来到了皇宫的大门外 然而在他的背后 并没有一兵一组 进武帝出殡的当日 汝南王出于对杨俊的畏惧 不敢进攻 只在皇宫门口目送了武帝 之后不久 汝南王写给了杨俊一封书信 信中写道 自己将按照先帝一致去镇守许昌 皇宫里 杨俊看着汝南王送来的书信 心中埋藏已久的欲望 就在汝南王离开洛阳之际 全面爆发 汝南王是宗宗室在洛阳城里 唯一能与杨俊相匹敌的势力 如今他的不战而逃 对于宗室而言 就意味着忠书的陷落 西晋王朝的政权 自此开始庞落他人 为了维系这个西晋王室能够传承下去 他又想紧急召见 鲁南王司马亮 但是最后他发出的这一封招数呢 也没有传到鲁南王司马亮手中 而是被 被这个杨俊 从中把这个信给偷偷拿走了 这样一来呢 他原来的一个目的往来想的是 宗室与外戚互相牵制 这样维持一个西晋政权的目的 最后也是没有达到 公元291年 就在汝南王逃离浪天 都城洛阳的城门口 走进了司马家族的另一位王里 就是晋武帝司马炎最看重的一个儿子 楚王司马文 静武帝恢复分封制之际 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危 托付给了这位楚王 这位刚刚年满二十岁的王爷 幸运地成为了习近王朝 宗室新的习王 然而楚王并没有在京城停留太久 当天他为父亲送葬之后 只与自己的同胞弟弟 长沙王司马懿闲聊了片刻 便又返回了自己的封国 襄阳 此时的楚王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变 楚王当时进洛阳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用现代语话来讲 可以叫做封光无限 当时洛阳里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 都想去目睹一下楚王的风格 可以这么说 当时楚王的号召力还是非常大的 楚王的到来 引起了刚刚登上皇后之辈的 贾南风的注意 晋书《后飞列传》中 对贾南风这样描写道 身材矮小 梅后有一颗痣 极度心强 多权炸 贾南风她的绅士应该还是比较特别 她本身是西晋一个开国大臣 贾中的一个女儿 跟惠帝在一起 好几年她都没有子嗣 忽然有一天她知道 有另外一个妃子 有了惠帝的子嗣 完了 当时孩子已经比较大了 但是她很残忍 划开腹之后 导致这个母亲跟孩子 完了 都死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因为考虑到 晋武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完了就想废掉她 但是因为她的父亲贾冲 刚刚去世不久 也有人在旁边一直劝她 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 这个时候废她 是不是不合适 最后也没有废掉贾南风 然而当时的 当时的晋武帝和杨皇后 没有想到 正是这样的一位女子 日后夺取了司马家族的政权 更成为了诱发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 公元二九零年 随着晋武帝的逝去 太子司马忠登上了王位 成为晋国的第二任国军 晋慧帝 太子妃贾南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西晋王朝的皇后 没有人会想到 就在贾南风登上皇后之位的那一刻 西晋王朝又掀开了悲剧的一夜 贾南风登上皇后之位后 辅政大臣杨俊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大威胁 为了除掉杨俊 贾南风开始在宗室珠王中寻找同盟 杨俊虽然成为了辅政大臣 掌管了洛阳禁军的军权 但是这支号称天下最为精锐的军队 却存在着数量上的劣势 想凭此来号令天下 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晋武帝出殡的当天 杨俊就注意到了楚王惊人的号召力 这让杨俊再次感到了威胁 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心 兵权在握的杨俊开始大幅度赏赐官决 来博得众臣的拥护 与此同时 杨俊开始惦记着远在襄阳的楚王 他每天都在寻找最佳的时机 夺取楚王的军权 然而襄阳距离洛阳有四百公里的路程 又使得杨俊无计可施 幸运再一次眷顾了杨俊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 一封书信的到来 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这封书信的洛比人 正是楚王司马伟 进五帝出病后 皇后贾南风开始在宗室内部寻找新的同盟 他首先笼络的是位高权重的汝南王司马亮 然而汝南王以杨俊凶暴 不足担忧为托词 拒绝了贾南风 历史上对于汝南王的评价 完了用了清理这两个词 用咱们现在的话就说 就是把很多事情当断不断 他下不了决心 对于杨俊这一支势力来说 本身他是有自己的力量 可以去对抗 但他每一次都选择是比较懦弱的 但是他为什么说一个紧字呢 说个紧字就是他其实很明白 像杨俊这样一种做法 他们这一支势力 是很多人有很多人在反对的 迟早会有人来站出来去反抗他 果不其然 贾南风游说汝南王失败之后 又将希望转向了楚王司马伟 楚王是人心所向 早在晋武帝出殡的当日 就已经显露得很明显 贾南风也深刻地意识到 司马家族政权旁落他人 依据楚王的性格 他一定不会就此将其交与杨俊 襄阳城中 楚王在接到贾南风的主动笼络之后 立即答应 双方迅速建立联盟 当天 楚王向京城洛阳 发出了一封回京为官的书信 强大的政治力量 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进入京城 就意味着楚王将要失去襄阳 这个大尾影 楚王的来信 正是顺应了杨俊的需求 然而此时的他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掉入了楚王和贾南风 设下的夺王 三个人 梁国事 西晋王朝 即将要迎来一次全力的角逐之战 公元291年 正月初一 敬惠帝司马中改元永平 二月二十日 西晋王朝的大权旁落他人 已有十个月之久 就在这一天 二十一岁的楚王司马尾 达了洛阳 而杨俊 因为楚王失去襄阳这个大本领 而放松了对楚王的紧急 他却浑然不知 危险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有了楚王的直接参与 政变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这不再是一场 杨奖两家外戚之间的战争 而是宗室向杨家的复仇血恨 洛阳城里的宗宗室 开始踊跃起来 纷纷加入正月的行列 公元291年3月姑八的夜晚 楚王进宫的第十九天 这一天 皇宫深处出现了一丝不安的躁动 韩章殿内 晋慧帝得到消息 杨俊正率领一支禁军队伍 进入皇宫 准备谋朝篡位 得知消息的晋慧帝大发雷霆 即刻拟写诏书 废除了杨俊的一切官职 下令楚王立即捉拿反贼 他们其实就是为了除掉杨俊 杨俊为什么不会篡位呢 这个其实看一下他的身世就很明白 他没有儿子 现在的皇帝是他的万孙 如果他篡位以后 他当了皇帝 但他没有此次的情况下 完了 他们这个皇位 他如果篡位皇位之后 谁来继承呢 所以按当时历史情况来说 他肯定是 不会用这样一种很愚蠢的技末 去进行一个篡位 西宫里正在立兵默马 而在皇宫的另一端太极殿内 杨俊才恍然大悟 自己早已成为了贾南风 和楚王司马伟的囊中之物 杨俊原本不得人心 身边的党羽在听闻禁会地 要捉拿杨俊的那一刻 便逃之夭夭 空荡荡的大殿里 只剩下杨俊独自一人 武王率领的军队在殿外杀身四起 穷途末路的杨俊没有想到 身为西晋王朝的辅政大臣 最终竟然是被乱刃 捅死于马厩之中 杨俊死后 他的女儿杨太后 被贾南风送入了金庸城 这里是西晋王朝最为黑暗的 皇家监狱 三国时期 曹丕建立金庸城 作为都城洛阳的卫城 是皇室成员的避难所 然而到了西晋 这里在八王之乱的战火中 沦为了当时最为黑暗的 皇家监狱 政变发生的一个月后 贾南风将杨太后 活活地饿死在了这里 大局已定 按照西晋王朝的律例 杨俊的党羽 受到了诛灭三族的刑罚 杨氏家族在一夜之间 轰然倒塌 退出了晋朝政坛 司马家族的政权 在旁落他人十一个月后 终于归还了宗室 公元291年3月初九 永平这个年号 没有给人们带来一丝平安 随着数千人生命的终结 靖惠帝取消了 仅仅使用了三个月的年号永平 取而代之的是袁康 政变结束后 靖惠帝重新布置政治格局 拟写了局势安定后的 第一份诏书 然而就在这份诏书下达的当天 洛阳城内一片哗然 楚王司马伟 这场政变的直接指挥者 紧紧只封了个魏将军的职务 出乎意料的是 远在许昌的汝南王 则一跃成为了辅政大臣 站在了西晋王朝的权力支点 政变后的洛阳城里 台卫平静下来 又开始出现出一丝躁动和不安 公元265年12月 西晋王朝建立 刚刚登上皇位的晋武帝司马炎 为了讨得一个好彩头 在殿堂之内探挂 看挂的内容 是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想知道的问题 那就是家族的皇位可以团治几代 然而挂像显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公元291年3月初八的夜晚 洛阳城内的皇宫里 楚王联合西晋皇后贾南风 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 使得享有显赫地位的杨氏家族 退出了西晋政坛 政变之后 辅政大臣之位出现了空缺 在此问题上 楚王与贾南风各怀鬼胎 两人之间政治联盟 立即危机重重 论亲书 政变中绝功至伟的楚王 是晋惠帝的弟弟 完全有包揽政权的资格 可是实际的大权 却落在了皇后贾南风的手里 这是因为贾南风手中 握着一张至关重要的王牌 那就是晋惠帝司马忠 讲到晋惠帝呢 他这个慧呢 其实是他的嗜好 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柔制私民 叫做慧 但是说他私民呢 只是一个托词 说他爱起老百姓 说他品业比较好 但是说他这个慧呢 其实还是说他的柔制 为什么说他柔制呢 就是说他的执政能力比较差 性格特别软弱 他的政治上 其实一程是软弱无能的 一开始又有贾南风 完了到后来之后 八王之乱 他也先后沦为 这八王的一个傀儡皇帝 他的整个政治一程 是非常软弱 非常无能的 26年前 晋武帝在朝堂之上探卦 卦象显示 西晋王朝的皇位 只能完治一代 这个结果 令晋武帝始料未及 当场大发雷霆 然而不久后 宫中又流传出了一个 让人震惊的消息 快说 我们才听说 太子是个痴呆 如果说晋慧帝是排斥的 他的固定进攻力 怎么不可能知道呢 其实真实的情况 应该是这样 咱们现在所说的白痴 跟晋武帝 咱们书上说的这个白痴 可能有些差别的 说他的白痴 不是说那种 就是说他比较愚钝 比较笨 能力比较低 比如说 比如说潮汉 就应该大点的话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领结 他们这些领结呢 该怎么去做 其实都是规定好的 所以你从这个程序来说 去发现他的能力的高 或者低 品行的上或者下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自古以来 公围深处都是盛产谣言阴谋的地方 晋武帝也心知肚明 妃嫔之间勾心斗角 其惨烈情形不亚于战场 目的不外乎就是争宠夺思 晋武帝没有轻信谣言 可是残酷的事实 最终还是攻破了 他最后的防线 他在上太子的时候 完了去游玩 去游玩好多人陪着他 完了正好是 看到晚上了 完了蛤蟆在叫 完了他就问他旁边 跟他侍从说 这个蛤蟆是那个 官家的蛤蟆呀 还是私家的蛤蟆呀 他的侍从在旁边 一边小一边也不知道怎么说 完了后来想要点跟他说 在那个官家的地方 叫的就是官家的蛤蟆 如果是在私人的地方叫的 那就是私人家的蛤蟆 眼前的一幕 晋武帝不敢相信 不想挂象的浴室 再次浮上了晋武帝的心头 多年征战 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事业 又怎能轻易地 交给自己这个痴呆的儿子 静武帝开始有了 废除太子的想法 当时太子的生母 五元皇后杨燕早已去世 替代其位置的是他的堂妹 辅政大臣杨俊的女儿 武道皇后杨直 太子的皇嗣之位 直接牵动着杨皇后的地位 为了使太子脱离被替换的险境 杨皇后开始在朝中 寻找可靠的帮手 政治联姻是巩固双方联盟的最佳手段 而在这时就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贾冲 贾冲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深受司马昭司马炎两代君主的重用 当时贾家的女儿贾南风 正值出嫁妙龄 这恰巧顺应了杨皇后的需求 可是联盟并没有使得事情发生任何的转变 最终改变太子命运的却是一个意外的人物 公元283年的一天 靖武帝命太子到西宫觐见 而就在这一天 太子才终于知道 自己竟然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名字叫做司马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当时是因为靖武帝司马炎 完了看到贾南风这种所作所为 因为贾南风他没有子嗣之后 完了他的技能力非常强 如果有其他的妃子 有了龙子之后 完了他会想方设法的 完了把他们除掉 所以是因为这样 完了等司马炎知道有一位妃子 完了有了肺力的不弱之后 就偷偷把他藏到了西宫 当时已经三四岁了 当时这个惠例也是非常吃惊 司马昭天资聪慧 深得五帝厚爱 年仅五岁 他的行为在同龄人之间 就表现得不同凡响 我当时在洛阳城里头 失大火了 宫里头失大火了 这个靖武帝司马炎非常着急 然后就站到高处观察这个虎事 观察大家一个救火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司马昭就把 江东医师把他爷爷 完了拉过来 跟他爷爷说 跟靖武帝司马爷说 着火呀 本身是一件不是很寻常的事情 也许是有人想趁机 做什么不轨之事 所以呢 你也千万不要站在高处 站在有火光的地方 一面有危险 一面有人不测 一个靖武帝司马就很吃惊 当时司马玉才五岁 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一个是说明他有孝心 另外一个是说明他比较聪慧 能力还是比较高的 将来很有可能能够闻一大人 先有一个吃儿 而吃儿却生出一个机灵乖巧的孙儿 这似乎冥冥之中实有天意 靖武帝为了使司马玉成为西晋王朝的第三任国军 最终才消除了废除太子的想法 谁也不会料到 靖武帝所认为的这个天意 却是不怀好意 公元290年 太子司马忠登上皇位 成为靖慧帝 太子妃贾南风 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后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 就在贾南风登上皇后之位的那一刻 西晋王朝即将要迎来一场大混乱 公元291年 洛阳城内的政变刚刚落下帷幕 靖慧帝重新布置政治格局 已写了一份诏书 在这份诏书中 没有参与政变的汝南王 被封为了辅政大臣 并授予了兵权 正在许称的汝南王 在接到诏书之后兴奋不已 即刻启程去往洛阳 然而就在到达洛阳的当天 他发现诏书中 竟有一个不合理之处 只有这么多骑兵 诏书中 靖慧帝授予的兵权 只有一百骑兵 这对于一个辅政大臣来说 是极为不衬的 也是不符合常规的 这已经是皇上给王爷 最大的忧宠了 使者的这方话语 并没有安抚到 此时野心勃勃的汝南王 当初杨俊辅政期间 司马家族大权旁落 作为宗室唯一希望的汝南王 却不战而逃 最终由楚王夺回政权 如今政变之后 汝南王却成为了辅政大臣 而立下赫赫战功的楚王 却只封得个魏将军的职务 这无疑是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 在这个军权决定一切的时代 汝南王深知 想要与楚王相斗 就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为了获取更多的军权 汝南王扶政之后 不断地拉拢进军 同时又不断地 抑制楚王势力的扩大 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 皇宫深处 皇后贾南风则悄然退出了政坛 此时她只需观看两王相斗 便可坐收渔光之力 公元291年3月 刚刚接任辅政大臣的汝南王 开始对政变中 立下战功的将领进行封杀 据晋书中记载 当时被授予爵位的 竟有一千零八十一人 这是西晋王朝有史以来 封赏人数最多的一次 自杨骏执政到汝南王执政 期间进行的两次封赏 直接牵动了整个西晋王朝的命运 滥行封赏 似乎已成为了西晋王朝 得以安宁的规则 这潜在地滋生了一个恶习 朝中有些大臣开始盼望国家混乱 以从中得到封赏升迁 可是汝南王的这次封赏 使得他与楚王之间原本脆弱的关系 雪上加霜 数千名将领被封赏 唯独漏掉了立下赫赫战功的楚王 宗室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而这正是皇后贾南风所期待的 公元293年6月初 汝南王与楚王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 可就在这个时候 汝南王又做出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 当时汝南王给金贵帝 要提了一个意见 什么意见 就是请诸王环翻 他的这个意思呢 其实是想要把楚王的势力除掉 因为当时楚王刚刚取得一点兵权 他本来还想继续在巩固他的势力 进一步去争取更多的一个权利 但这个时候汝南王提出来 要求汝南王 就是其实汝南王 你不能在路上待了 汝南王你要和汝南王的属地去 这其实是希望通过其他手段 去剥夺他的一个权利 然而就在汝南王上书晋惠帝的次日 他的府邸突然闯进了一支晋军队伍 领军的将士声称 奉晋惠帝之命捉拿乱臣贼子 汝南王甚是疑惑 自己从未有过二心 为何会被安上一个乱臣贼子的罪名 他没有想到 太来这支禁军的并不是晋惠帝 而是楚王司马尾 昨日夜晚洛阳城内 楚王始终无法安睡 面对汝南王一次次的挑衅 楚王愤怒之急 可又无计可施 就在此时 一位皇门侍郎到访 而在侍郎的手中握着一封静惠帝下达的密照 这封密照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汝南王与谋朝篡位 特命楚王前去清剿反贼 突然而至的密照 使得对汝南王怀恨已久的楚王眼前一亮 这无疑是一个光明正大 对付汝南王的好机会 然而就在楚王准备调集兵力之际 却突然疑惑起来 汝南王刚刚担任辅政大臣不久就要篡位 事情发生的过于突然 这让楚王心中开始疑虑重重 虽然自己与汝南王不合 但抓捕辅政大臣不是一件小事 他必须再次向皇上请示 然而就在他犹豫的这一刻 宣诏的皇门侍郎马上提醒道 此密照的用意就是让楚王出其至圣 如果副奏有为皇上本意 机会稍纵即逝 楚王在此刻必须做出回应 照书上的笔记确实是出自靖会帝之手 楚王当即下令集结进军捉拿汝南王 此时的汝南王没有想到掌握他命运的人物竟然是自己的对手楚王 抓起来之后这些市民就在等 等什么呢 他们再等 楚王给他们下命令 是不是要把汝南王杀掉 但昨等又等命令也没有来 这时候他们有一点心慌了 有一点心慌了 这个要是如果是现在不杀汝南王 留了活口 那我们以后 这个日子是不是就不太好过了 所以他们现在态度稍微有一点在转变 完了当时 那是六月 天气比较热 又给汝南王又是山峰 又是倒水 完了看这个形势变化 结果突然命令来了 说要杀汝南王 所以他们也是很不客气 马上起身就把汝南王给杀掉了 这个汝南王最后死的时候也是比较惨 汝南王本以为作为辅政大臣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却没有料到楚王竟然会反戈一击 汝南王惨死的当天 洛阳城里环绕着肃杀悲凉的气氛 半年之内 前后两位辅政大臣遭离灭门惨 作为这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 楚王司马伟的升危在瞬间达到了顶峰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公元291年6月 洛阳城的上空环绕着一股阴郁的空气 让人沉闷 刚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楚王 本以为会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 然而却不曾料到等到的却是净惠帝下达的邹鱼藩 是皇帝本人或者是经过皇帝允许才能使用那种藩 它有什么作用呢 使这个藩的人可以制止干戈 也就是说可以制止战争 而且也可以剥夺民权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件信物吧 昨日自己刚刚立下大功 今日却被剥夺军权 古王对此疑惑不已 然而就在他没来得及反应之时 又迎来了敬惠帝下达的一份诏书 诏书中敬惠帝以剿诏 谋害辅政大臣的罪名要除斩楚王 局势瞬息万变 本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大功臣 却不曾料到一夜之间 竟沦为了敬惠帝指名典姓的头号逆臣 当天楚王立即被抓到了洛阳城东的牛马市场 准备行刑 身为先帝之子 楚王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掉入一个女子的陷阱 回想昨日 就在汝南王被抓 准备上奏皇帝如何处置汝南王之时 皇后贾南风突然到访楚王府 贾南风到来的目的则是告诉楚王 汝南王要废掉晋惠帝 让太子提前即位 皇帝可以把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 也可以传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如果太子即位之后 太子的叔叔以后是不可以再去当这个皇位 当时这个汝南王司马亮想让太子 提前登基即位 这个就意味着当时身为那个 司马玉的叔叔 忘了他这个楚王 他是不可以以后再有机会当皇帝 这样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激到了楚王的一个痛处 这也是最后楚王 完了杀死 汝南王司马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时的冲动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临行前楚王终于意识到自己走到这一步 都是因为掉入了皇后贾南风的阴谋轨迹之中 这一年楚王年仅21岁 楚王死后 其弟长沙王司马懿被贬到了长山 为长山王 此时的司马懿不会想到 十年之后 自己会重新以长沙王的身份进入洛阳 卷入西晋王朝的又一番权力角逐之中 政变结束后 政变结束后 朝廷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 在这份名单中一目了然 两次政变的最终获益者正是皇后贾南风 司马家族的政权再次旁落他人 而这恰恰应验了建国之初 靖武帝占卜出皇位只能传至一代的卦象 细数六月的这场政变 有一个人物至始至终都没有出现 然而他的存在却影响着政变的走向 他就是早已被靖武帝预定的 晋朝第三任国君太子司马玉 公元299年 洛阳城里的东宫 俨然成为了太子司马玉玩耍的市场 这位曾经被靖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肆赞扬 最能够托以重任的皇孙 为何会突然间变得不务正义呢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这种巨大的转变呢 公元291年6月 在西晋王朝中享有显赫地位的杨氏家族 在一场政变中遭受了诛灭三族的惨恨 一夜之间死亡人数净达1000余人 当天祸乱波及到了东宫 年仅14岁的太子司马玉 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师父杨继惨遭杀害 按照爷爷靖武帝为自己安排的人生 循序渐进 自己定能顺利坐上龙椅 御语天下 只可惜他的这个人生 就在这个杀戮之夜被彻底改醒 集管他命运的关键人物 则成为了他的后母贾南风 六月的这场政变结束后 表面上皇后贾南风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其实不然 靖武帝生前分封的各个藩王 手握上万大军 这就注定贾南风很难有所大的作为 宗室力量虽然强大 但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清晰可见 贾南风最为担心的 则是害怕有人能把宗室凝聚起来夺回政权 可惜不幸的是 在朝中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太子司马裕 进武帝指定的西晋第三任国军 八年来太子心知肚明 他的脚下是一条流血的底腿 这是他五岁时就被安排好的宿命 他与皇后贾南风之间 将不可避免会发生异常恶战 就在前几日他得到消息 已经四十二岁的皇后贾南风 竟为西晋王室填得龙子 一直行走在刀锋之上 有惊无险的她 面对这个噩耗 清楚地意识到了 图穷比线的时刻 终于还是来了 面对贾南风强大的势力压迫 太子自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量 曾经那个天资优异的太子 在长久的压制下 开始颓废度日 不务正业 为了寻得一丝宽慰 太子常常沉溢迷信 登日以作法 来诅咒自己的父亲 靖惠帝 与后母贾南风早日死去 公元299年12月28日的傍晚 一封来自靖惠帝的姓函 被送往了东宫 信中写道 靖惠帝并威想要召见太子 父亲并威 这个消息来得过于突然 按照惯例 太子每隔五日便进宫朝晋请安 前些日子才刚刚见过父亲 当时他的身体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此时太子的心中闪过了一丝欣喜 这难道是作法成功了 这个其实是贾南风设计的一个阴谋 他想找一个机会 他也想想除掉司马鱼 就假传司马鱼说 位帝生病了 让他来进宫 但是他进了宫之后 他又不与太子相见 然后把他另外安排到一间屋子里 让宫女把事先准备好的酒早或者叫醉早 去喂司马鱼吃 司马鱼吃了很多之后 他就大醉 大醉之后 他这个时候 就让王门师郎攀悦 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 以司马鱼口气写的一段文字 我让他来炒一遍 昨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根本毫无头绪 而就在此时 一位侍从禀报 皇上令太子即刻进宫面圣 当天竟会并在朝堂之上 勃然大怒 司马鱼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朝不慎 便从此万结活 这份文字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大意就是 让惠帝还有甲王后 你们两个赶紧退位 你们要是不退位 我就带兵进贡来废掉你们 然后我来做王帝 但是迫于这个甲王后的因为 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没有 几乎是没有人站出来 证明这个司马鱼 无视他写的这份文字是被人陷害了 圆康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一天 洛阳城内金庸城的大门再一次打开 太子司马鱼以庶民的身份 踏进了这座暗无天日的皇家监狱 袁康这个年号伴随着太子的政治生涯 一起走到了尽头 此日敬惠帝大赦天下改元永康 公元三零零年初 洛阳城里有人欢喜有人忧 一边是皇后贾南风等人在大赦庆功 而另一边太子党与司马亚等人 却在积极谋划着一场营救计划 新年的第一个夜馆 本该是家人团聚欢乐地吃着营业饭 然而洛阳城里的一家酒馆里 司马亚却独自一人在交集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三更半夜他秘密会见的这个人正是赵王最为亲信的一个谋士孙秀 孙秀这个人他出生比较低门地也比较低 但是他很有野心善于钻尹 他所说的话所出的主意司马亚是严定计统 当时在西印的时候 士族跟数人之间他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如果他的出生比较低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当时这个司马亚就跟孙秀说 咱们两个如果呢联起手来借用赵王司马伦的他那个军事的力量 把这个奖行为除掉的话 以后你一定会飞黄腾达 孙秀听到他的话之后呢 就把这个事就答应他了 经过漫长的丙烛夜谈之后 孙秀告别司马亚回到赵王府 赵王是假后党羽 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 如今朝中重臣想要诛灭假士 那么过世必定会牵连到自己 司马家族大权旁落 他作为宗室的长者也清楚地认识到 营救太子夺回政权才是当务之急 这个夜晚 洛阳城的上空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赵王的参与凝聚了洛阳城里众多早已对贾南风不满的官员 皇宫深处 习惯于躲在暗处伤人的皇后贾南风 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被阴谋诡计所包围 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令他坐立不安 朝中太子党羽持续不断地上奏进会帝 为其鸣不平 局势随时都可能会发生逆转 公元300年3月 太子被困于金庸城已有三个月 贾南风最后的一丝理智被消磨殆尽 未免夜长梦多 他开始计谋暗杀太子 吉日后人们发现 被关在金庸城里的太子司马裕 被活活地砸死于厕所之中 生前的晋武帝不会想到 对于一个年少的孩子来说 扭转西晋王朝命运的这个重担 是他根本承担不起的 面对拥有强大势力的皇后贾南风 太子无疑沦为了他岸上的鱼肉 一夜的宠爱 却是将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造就了他悲惨的一生 这一年太子司马裕年仅23岁 太子的死亡 太子的死亡意味着 贾南风掌控大权的障碍已经消除 可是他却不曾料到 这恰恰成为了一些人 建议铲除他的最佳借口 他们便是赵王与孙秀 三个月前 就在孙秀密建司马亚回到赵王府之后 他极力劝谏赵王鼎力相救太子 就在赵王答应赢救的那一刻 孙秀却突然反悔了 改口向赵王提出 我们应该先保持忠义 借助皇后贾南风这把利刀除掉太子 然后再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 废除贾南风夺回政权 借刀杀人 孙秀提出的这个计谋 使得赵王眼前一亮 这一刻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 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结局 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公元300年4月4日的夜晚 去谋已久的赵王 向皇后贾南风发起突然袭击 贾南风成为了这场兵变的战败者 而他暗杀太子的罪名标榜赵王司马伦兵变的正义 4月5日 金庸城的大门再次打开 这一天 贾南风为自己凶残无道的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在他被关押的第六天 赵王赐予了他一杯金蟹酒 金蟹酒 是帝王常常用来赐死皇族所用的酒 这杯酒的到来 贾南风深刻地意识到了 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皇后贾南风是诱发巴王之乱的罪魁祸首 可是她的死亡不仅没有制止这场霍乱 反而让其愈演愈立 公元301年正月的一天 金庸城里迎来了一位身份最为显客的客人 因为他的到来 金庸城被更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永长公子 入住这里的人 则是被刚刚册封为太上皇的司马忠 这一天赵王司马伦篡位了 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 逼迫自己侄孙为太上皇的王爷 他的这一举动也成为了历史笑柄 皇后贾南风死后 贾氏家族的势力便轰然倒塌 朝中再也没有可以与赵王乡匹敌的对手 整个篡位过程她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 朝中的大臣继续保持着以往事不关己的态度 他们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按照西晋王朝的惯例 政变之后就是风上升迁的时候 国家一夜之间冒出了成千上万名官员侯爵 这一天 西晋王朝的朝会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罕见的一幕 宫殿内外占满了大臣 有些大臣的帽子竟然用狗尾来装饰 因为侯爵过多导致貂蝉不足用狗尾代替 世人将其嘲讽为狗尾续貂 朝王司马伦他的分赏有一个特点 他本身属于宗室的书族 完了他分赏这些人基本上也都是 属于西晋王室的宗室的书族 这样一来他的这些分赏就引起了 当时的西晋王室宗室的比较尽职 比较清族这些人的富满 这样最后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成为西晋王室内部一个争斗 为这个争斗他埋下了祸根 就在洛阳城内大乡庆祝之际 在距离洛阳一百多公里以外的豫州 却忽然躁动起来 豫州是齐王司马举阵里的城市 齐王是晋谷弟弟弟的儿子 属于宗室亲族 得知赵王篡位的消息之后 齐王在第一时间担心 夺回政权的重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西晋王朝宗室内部的矛盾浮出水面 宗室亲族和书族之间 开始上演另一场腥风血雨 面对赵王的强大军团 齐王并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军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招募士兵 近五帝司马延在建国之初 涉立的奔奔制开始奇效 如今洛阳陷入危机 四方班阵司马家族诸王 便有正义的理由去反抗一切危险势力 赵王篡位的行为 使得这场原本置于京城之内的 政变演变为了全国范围的战略 齐王发出信号的当天 在三百多公里以外的夜城 另一位宗室亲族 成都王司马颖当即响应了齐王 接连 荆州 远州 冀州 并州四周 都举出了秦王的起步 全国各地从南到北 处处都传出了秦王的呼喊声 京师洛阳瞬间被包围了起来 从战场的形势分析 齐王占有地理优势 魏晋以来 淮南地区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产粮区 是攻击洛阳的最大粮仓 如若齐王切断通往洛阳城的粮道 那么不出三个月 洛阳城便会响起饥荒警报 赵王内忧外患 如今洛阳城外唯一的援军 就只有七百多公里以外的扬州 扬州的首领西龙 与赵王是从小便认识的故隐 齐王秦王之际 西龙面积旧庭 问死不从 可是此时的局势已经大大超出了西龙的控制 赵王篡位 这是乱臣贼子的行为 人人得而诛之 这就注定了赵王不得人心 加之军人是依靠军功来升官加绝的 为了得到升迁的大好机会 将士们分析了双方的局势 最终杀掉了西龙加入了秦王的行列 扬州的反其遗述 西晋王朝的版图上 东西南北处处都是讨伐赵王的军队 秦王的三十万大军卷土而来 而洛阳城内的赵王却只有进军八万 城外四周讨伐生一片 城内皇宫里却又陷入了一场内讧 赵王自称帝以来 因自己无能而无法处理朝政 全权交与孙秀处理 这导致了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 他的亲信孙秀还有另外一个张琳 在他们两个人的帮助下使用了一些计谋 让这个赵王司马文他当上皇帝 虽然当时孙秀跟张琳看起来表面关系很好 但其实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的矛盾 张琳对孙秀的一些所作所为觉得不满 完了这个张琳就写信给当时的太子夫 写这个孙秀怎么怎么怎么提不好 他今后会怎么怎么 这个罗子必有大患 孙秀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非常生机 他就找了一个借口 最后把这个张琳给杀掉了 而且还灭了他的三种 洛阳城内的矛盾不断升级 而城外秦王的军队 从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唯一而来 公元301年4月 赵王动用六万禁军分成四路兵马 分别从洛阳的南北方向 与秦王的三十万大军对话 剩余的两万兵马用来镇守京城 赵王虽然只有八万禁军 却是号称天下第一精锐 而秦王军虽然占据数量优势 却是一群乌合之阵 公元301年 赵王太前六万大军分成四路兵马 分别从洛阳的南北方向出发 以孙府 张宏 司马亚为将三路兵马 向南讨拔齐王 以孙惠为将 率领三万禁军北渡黄河 攻打成都王 四路兵马出城之后 守卫京城的兵力仅剩下不到两万 六万禁军对抗秦王的三十万大军 赵王的处境力不略 海战初起 南北两路战场纷纷传来捷报 这让忧虑重重的赵王心生希望 如果战况照此下去 那么胜利将指日可待 可是就在赵王认为行事大好之际 南方战场孙府带领的军队 却发生了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乌龙事件 自开战以来 孙府率领的七千禁军在豫州一带游异多天 始终没有遇到齐王的主力军 反而不时地遇到一群游兵散足阻拦去路 在毕经多次游击战之后 孙府所率领的军队精疲力竭 但却赤气低落 听闻张红在阳底便决定改道与他会合 不料在半路途中 军营内部不知如何传出谣言 说张红在阳底被齐王歼灭 这个谣言彻底击溃了进军的心理防线 孙府军无故惊变 七千人一夜解体 孙府狼狈不堪逃往京城洛阳 京城里久久没有收到战报的赵王 面对孤来的噩耗慌乱之际 他随即调回北部战场上 正在攻打成都王的孙府军回去 命运在这里给赵王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 就在孙惠抵达洛阳的当天 久无音讯的南部战场 忽然传来一声正话 张红在盈水一带大败齐王 赵王收到战报之后 又立即遣孙惠返回 三万大军日夜分席 莫名其妙走一走 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将士们身心俱备 锐气严重受挫 可是北渡黄河没走几旅 孙惠君在温县银河盆上 被尾队成都王 变成都王的祖先 爷孙俩就是在这里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战 赵王不会想到 就在几天前 成都王的前锋部队 遭遇孙惠君的强烈攻击 全军覆逆 成都王始料未及 心生俱悦 甚至产生了退兵入手的想法 可是南部战场的乌龙事件 致使北部战场交战双方的命运 发生重大的转变 孙惠一撤军 成都王就捡了个便宜 他重振其谷 再次南下 温县距离洛阳只有八十多公里 这对于成都王来说 千秋功业 历此一亿 全军上下兴奋不已 而孙惠部队 来回之势气低落 很快退步成军 文献失守 成都王大军即将杀进京城 洛阳城岌岌可飞 赵王与其亲信孙秀 更是陷入恐慌之中 这个时候孙秀做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事情 比如说是让所有十五座以南男子 都随他出生打战 这个做法是彻底激动了大家 内外诸军都想除孙秀而后快 到这个时候孙秀和司马伦的末日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日暮穷图的赵王此时才终于意识到 皇帝的宝座是一块自己根本不能去触碰的烙铁 败局已定 赵王黯然退位 朱沙孙秀 下达邹于藩 解散宫外的几万兵组 洛阳城 瞬间成为了一座毫无设防的城池 在哪里 5 时 高兴 明显 由一座毫无论 正式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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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绐子 也终于恢复了他帝王的身份 金庸城里赵王悔恨不已 皇帝的南科一梦 换来的结局是对祖先的无言一对 曾经他赐予皇后贾南风的金蟹酒 如今也落入了自己的手中 从赵王篡位到倒台被杀 共计六十多天 战火波及七周 十万余人丧生 其破坏程度不亚于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 可是历史上七国之乱后 华夏大地上重生的是一个空前强盛的大汉帝国 而赵王倒台却是国家分裂的开始 十万将士的先婿润滑的是乱世的大门 当日成都王浩浩荡荡进入洛阳 同时又派出援军解救在营水一带 与赵王残余军队相称许久的齐王军 也是这一天洛阳城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何坚王司马荣 他是西晋霸王之一 他属于西晋宗室的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族属 跟晋武帝司马延他们两个是同辈 是晋慧帝的叔父 他的军事实力在整个当时西晋来说 除了在洛阳的进军之外 他的军事实力应该是可以说排在一个第二的一个位置 起初齐王打响秦王口号时 身在关中的何坚王暗兵不动隔暗光火 胜负分出之际 何坚王便趁机进入洛阳分得一杯歌 六月初二 齐王军也终于抵达洛阳 京城之后 出现了三王宇宇宇的致命 按照惠帝一朝的规律 大乱之后必有大赏 公元301年6月 秦王的倡议者齐王成为了府政大臣 成都王任大将军 何坚王任太尉 从诏书中明显能够看出 成都王所得到的赏赐与他的贡献并不匹配 齐王申指 论功勋 成都王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 论亲书 成都王是晋惠帝的亲弟弟 相比之下 自己除了首唱大义之外 在各方面都稍训一筹 而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府政大臣 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心知肚明 于是投桃报雨 想要邀请成都王共同辅佐朝政 可是成都王对于这些赏赐 并没有任何不满 当时夜城传来消息 自己的母亲身染重病 一向以孝为先的成都王决定回夜城 他推脱了一切赏赐与爵位 积极推崇这次拨乱反正是齐王的功劳 禁书中记载 齐王得知成都王离开洛阳之际 大为震惊 当即出城极力挽留 而成都王只沉说忧心母亲健康 绝口不提时事 这是史书中记载司马家族中 最为温馨的一幕 回乡途中 成都王更是以藩王的名义 收连北部战场上所有阵亡的战士 甚至包括赵王一方 对于这次封赏 感到不满的却是和尖王 虽然自己得到升迁 可只是一个太位的须职 完全没有指挥兵马的实权 和尖王颗粒无收 是齐王的有意压制 对于对抗赵王一战 和尖王无功受禄的行为 令齐王反感 二人之间婴儿截下仇怨 成都王功成身退 和尖王孤掌难鸣 只好怀揣着对齐王的不满 退回关中 表面上齐王是最大的赢家 然而他到手的权势 也都只是泡影 赵王篡位之后 皇帝的威信大大折扣 西晋王朝的政权早已破坏殆尽 各地方都督 对皇帝这个真老虎都阳奉阴违 更何况齐王只是一个 狐假虎威的辅政大臣 秦王一战 表面上是一场维护宗室权力的正义之战 实质上却是地方势力在试探中央的实力 而秦王的成功则是在昭告天下 执政者再也没有那种号令天下 莫感不从的赫赫威权 尝到甜头的地方都督不再受制于中央 他们开始蠢蠢欲动 八王之乱由此进入弱肉强食的阶段 公元302年 齐王谋私利的弱点显露无遗 为了修筑一所宅院 一百多户民房被拆迁 另外加之 臣子的奏折必须经他审阅之后 才能呈给敬惠地 一年之内 交涉 建礼 专权 成为了他的新形象 西晋王朝在齐王的执政下 日渐衰落 朝中一些大臣 甚至对政权心生厌倦 当时有一个大臣 他叫张翰 他当时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意他是很思念 他家乡的美味的饭菜 还有家乡的这种口味 想以这个为借口 回家养老去 这也说明当时 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政治阶层 大家对这种相互之间的争斗 这样一个比较厌倦 比较厌烦的一个心理吧 公元302年12月 在厌日渐厌倦的时候 跟司马拥手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大臣 关系不太好 马拥准备越冰的时候 他就担心有人会借家这个机会去谋害他 所以他很害怕 往后偷偷就跑走了 他又去找河建王 林涵涵右手下的其他样的 李涵涮恨恨出逃 就在到达关中的那一刻 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复仇计划 酝酿而生 为了除掉洛阳城里的敌对势力 李汉鼓动河坚王 联合成都王攻打齐王 攻打齐王 这让河坚王陷入了沉思 自秦王一世后 成都王攻城身退 齐王独揽大权 甚至有意压制自己势力的扩张 对此河坚王一直怀恨在心 如果能够联合成都王一举消灭齐王 自然不成问题 可是对于他来说 这未必是件好事 因为洛阳城里还有一个人 让河坚王不得不防范 他就是长沙王司马懿 十年前 长沙王跟随兄长楚王讨伐汝南王 原本以为那是一个谋取大权的良机 不料最终却成为了皇后贾南风利用的棋子 楚王含冤而死 而长沙王则被逐出洛阳 赵王篡位之际 他跟随成都王的秦王军 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洛阳 河坚王所担忧的是 长沙王与成都王同为宗室亲族 而自己是宗室淑族 如若与成都王联盟去攻打齐王 日后胜利 他们定会为了亲族的利益 联合起来攻打自己 河坚王的这个顾虑 早已在李寒的预料之内 为了劝动河坚王 李寒早有准备 公元302年12月 洛阳城内的齐王 接到了河坚王发起的一纸席文 文中的最后写道 长沙王将会援助河坚王 一起发起进攻 未免出现两面夹击的困境 齐王必须在河坚王到达之前 迅速解决长沙王 日经的发展 全部都在李寒的预料之内 如果齐王除掉长沙王 河坚王便有进攻洛阳的正当理由 这就是李寒当初向河坚王献出的 借刀杀人的计谋 一年前 赵王就是凭借亲信孙秀的这个计谋 坐上了西晋王朝的龙女 面对李寒的诱惑 原本就野心佛佛的河坚王最终决定向齐王发难 洛阳城内 齐王接到齐王 立即率领进军前去长沙王 然而就在他们到达之际 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长沙王得知自己被河坚王陷害的消息后 立即潜入宫中控制净对地 与齐王在宫城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战 面对齐王强大的军力 长沙王势单力很快便败下阵来 战旅 越谷 如今见诚 一切都在按照合肩帮与李寒的计谋发展 可是时势瞬息万变 李寒万万没有想到 长沙王的手中还握着一张至关重要的王牌 那就是晋慧帝 如今皇帝有难 越来越多的朝臣前来护将纷纷投向长沙王 长沙王声势赋阵 游手转攻 战局就此发生逆转 面对长沙王的突然袭击 齐王军被逼出攻城 战火持续不断 整个皇宫俨然成为了一个血流成河的战场 激战的第三天 长沙王收到敌方送来的一份重礼 齐王军在强大的压力下内部倒戈 最终齐王被手下的亲信 押送到了长沙王的军营之中 公元302年 齐王司马炯被押往攻城之外 斩首示众 十年27岁 按照西晋王朝的律令 一场诛灭三族的惩罚再次上演 当天被除死的齐王党羽有2000多人 司马家族的政权几经辗转 最终落在了长沙王司马懿的手中 齐王的败王迅如山崩 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 再到伸手异处 只是短短的三天时间 局势的发展如此吐气糊落 这让自以为计划周全的李函 始料未解 师出无名 计谋落空 何坚王更是对此悔恨不已 公元302年末 洛阳城里 势单力薄的长沙王司马懿 大败齐王司马九的几十万大军 齐王战败 让人垂涎不已的普政大臣之位 再次出现空缺 作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者 长沙王司马懿 独移成为普政大臣的最佳人选 同时朝中大臣的任免权 也落入他的手中 此前赵王齐王 都是趁此激活 为自己加官进决 可是长沙王 却做出了另一番举动 年号 是我国封建王朝 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 历代帝王 凡遇到天将祥瑞 或内讧外忧 才会更改年号 公元302年 净汇帝司马中 再一次更改年号 泰安 这是他在位12年时间的 第五次改年号 可是内乱频繁的西晋王朝 是否会如年号那样 从此就真的泰安了吗 内乱结束后 最有希望成为辅政大臣的 长沙王司马懿 依旧保持着 票齐将军的职位 自建国以来 西晋王朝 历届辅政者都位及人臣 而票齐将军 只是一个二品官的职位 与成都王和坚王相比 职位要低一品 长沙王之所以要刻意保持低姿态 那是因为在他的面前摆放了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他的军事实力 不及成都王与和坚王 在这个兵权决定一切的时代 长沙王想要立足于政坛之上 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实力 作为后盾 一年前 自己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京城洛阳 齐王死后 和坚王成都王虎视眈眈 可自己并没有实力与二王抗衡 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纵连横 为了宗室亲族的利益 长沙王最终选择拥护自己的弟弟 成都王为辅政大臣 有了如日中天的成都王作为后援 长沙王出台的政令 其权威便不容置疑 何坚王便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没过多久 长沙王此番做法的弊端便显露出来 朝中政事无论大小 他都派人赶赴叶城 请示成都王之后才实行 正出多门 唯一的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 然而就在京城政局委稳之际 长沙王又迎来一个新的挑战 属中叛乱 属中叛乱的一般也叫做流民起义 它是在西地元康年间 由于关中地区的流民 因为转烂跟饥荒的原因 不断地迁移到属中 迁移到属中之后 由于人口数量比较多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这些流民呢 同当时属地的原住民之间 产生了矛盾 最后官府出面 想把流民全部让他们再迁回关中 由这样一个因素 最后导致了一场流民起义 导致了导致了一场动漫 公元299年 靖惠帝任命何坚王司马庸镇守关中 靖惠王的到来 使得混乱五年的关中 终于恢复平静 可是流落属中的关中流民 心有余悸 酣恋属中的安逸 不愿返回 当时的洛阳城内政坛动荡 皇后贾南风正步步紧逼 要置皇太子司马玉于死地 洛阳城内人人自卑 根本无暇顾及 遥远的西南边陲 属中判断的时候 首先第一次向洛阳发出求救的时候 是在齐王执政的时候 但是齐王执政期间 他跟何坚王司马勇 他们两个素来不合 因为关中地区跟属中地区 靠得非常近 所以他觉得属中这个地方 应该是由何坚王司马勇去管 但是司马勇呢 他又一心想进洛阳 完了去把这个齐王赶架台 所以他也没有派出主力去属中 而是派出了 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进属中 完了去缴灭这个判断 结果呢大半而归 导致这个属中地区的叛乱 这些流民起因的情况 更加不可控制 直到公元303年 长沙王扶政期间 属中再一次向京城 发出无助的呼救声 洛阳城内 长沙王收到消息 立即派遣水陆两军前去支援 按照计划 两军联合定能安定属中 可是最终到达的却只有水军 另一支军队陆军 在去往蜀中的途中 发生了意外 陆军最后路过关中的地区的时候 就被河建王司马勇所扣押了 司马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觉得如果这支部队 到了那个蜀中 到了蜀地平凡之后 这个部队并不是他自己的部队 如果这支部队继续留在蜀中 对他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相当于自己的身边 又多了一个竞争的对手 对自己而言是一个 很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为了防患未然 河建王坚决不放这支陆军 甚至当蜀中战火 越来越炽热之际 他依旧保持着漠视的态度 近视山河 日渐支离破碎 如若河建王能够收敛贪欲 入蜀注角 光复蜀中将指日可待 可是这只能成为一种假设 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 无奈 树欲敬而风不止 河建王的身边 还有一个出谋画策的李寒 长沙王深知 李寒留在关中 终究是个祸害 从而上检进会地 任命李寒为河南寅 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寅负责京城治安 手中握有少数兵权 长沙王的此番举动 目的是有意要笼络李寒 谁曾想李寒进京 是带着阴谋而来 而这个阴谋 则是要谋害长沙王 长沙王不曾料到 自己忍辱负重的结果 最终得到的 却是李寒的变本加厉 李寒的阴谋还未开始 长沙王抢先在京城之内 展开一场清算 数名和监王党羽 被一并铲除 包括李寒在内 作为何监王的心腹 李寒的死 致使何监王与长沙王之间的 矛盾浮出水面 何监王更是明火执杖 准备起兵攻打洛阳 除掉长沙王 可是攻打长沙王又并非容易 因为夜城里还有一个他不得不提防的对手 成都王司马颖 何监王司马铃他是西晋宗室的一个书族 但是成都王他是一个西晋宗室的一个亲族 他们两个之间血缘关系离得比较远 但是成都王跟长沙王 他们两个之间都属于西晋宗室的一个亲族 他们两个的血缘关系是比较近的 如果何监王司马铃想攻打其中任何一方的话 另一方都会出手相助 司马家族至亲血缘的关系 就注定长沙王与成都王必然会合成一支力量 这正是何监王所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公元303年7月 为了能打出一场稳操胜券的战争 何监王派人给成都王送去的一个礼物 甚至拥有至亲血缘的长沙王 是永远不可能会给予成都王这份重力 你说什么 如果王爷与我家王爷结盟 我家王爷将遵您为皇上 日亲血缘就像一把双刃剑 它既可以促使兄弟联盟 也可以促使兄弟决力 西晋王朝的席位制度 一直是以长为尊 长兄为父 同为宗室亲族 长沙王作为成都王的跟壳 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弟称帝 而何监王作为宗室书族 本身不具备称帝条件 从客观条件上讲 何监王会给予成都王更大的好处 帝王 这个自古以来让诸王垂涎三尺的位置 勾起了成都王的勃勃野心 面对最高权力的诱惑 成都王最终决定与何监王建立联盟 主意虽定 可成都王并没有直接兵戎相建的打算 他试图以最小的代价 以达到大军压境的效果 这条捷径就是暗杀 这场刺杀没有成功 而他的失败就意义着八王之乱 最名副其实兄弟相残的许部就此拉开 公元303年8月 何监王与成都王联合讨伐长沙王 因长沙王执政期间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 二王只好搬出陈年旧账 最终他们与长沙王任用反承赵王兴处 中间不分的罪名上奏敬会 最终看到这个他们两个上路以后就很盛气 王的下令要去诛杀他们 长沙王司马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王就带着金贵地去清征 但是只去攻打和建王司马雍 这也说明他们之间 还是血缘关系还是比较浓 可是长沙王的良苦用心 成都王并没有理会 公元303年8月24日 成都王何监王各自率军从东西两方进攻洛阳 洛阳城内 长沙王借助御驾亲征的民意 开始召集六军 同一天 长沙王派一万大军拦截西线的隔间王军队 并带领会帝积极奔走于各个军事据点 此次交战各方兵力都在三十万人以上 号称百万 是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 9月13日西线战火点燃 何监王首相名将张芳率领军队 与长沙王派出的一万大军在夷阳交火 最终长沙王的一万大军被歼灭 张芳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 就在西线告急之际 成都王的军队也与长沙王相遇于沟市 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战 成都王损失惨重 十六名大将战死沙场 死足过半 东县大劫之际 长沙王得知张芳入城 又急忙回师救援 抵达洛阳之后 长沙王率领静会帝亲临前线 张芳军队看见皇帝不敢攻击 奔奔后撤 张芳无力阻拦只好撤到洛阳城外 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 洛阳城内 当沙王始终坚持的战略 是联合成都王攻打河坚王 虽然兄弟之间已兵戎相见 可他依旧没有对成都王恶言相向 在征讨的西纹中 他再次将全部的罪恶推尾于河坚王 长沙王的这番举动是对成都王又一次善意的表现 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为谷 这是购河的最佳实际 可惜智者千律必有一时 长沙王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 夜城内 成都王司马颖收到哥哥长沙王司马懿的来信 历经十二年的内乱 亲情在司马家儿之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 此时填满成都王内心的只有对最高权力的欲望 河坚王给出的是黄寺之位 相比之下 长沙王给出的辅政之位 法马太轻 不足以让他背弃于河坚王之间的盲月 成都王拒绝一和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长沙王的意料 兄弟戏强的悲剧就此无法停止 就在长沙王一和失败之际 西县溃败的河坚王军队又悄然成为他致命的威胁 自洛阳一战失败之后 张芳率领军队撤离洛阳城 驻扎在城西的金谷舰 一年前 金谷舰成为洛阳城粮食供给的重要通道 张芳占据此处 就意味着如若粮道被切断 不出多久 洛阳并会发生饥荒警报 局势的发展开始对洛阳不利 长沙王改变作战策略 转手为攻 而张芳在金谷舰修筑十几道壁壤 与长沙王展开持久战 在这个长沙王危难之际 他的辛苦大臣祖替向他提出了一条计谋 在现在这个阶段 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克制张芳的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咱们当时派去镇压蜀中叛乱 被这个和建王司马雍所扣押了咱们这支部队 如果这支部队起兵的话 和建王司马雍肯定会让张芳回去 去披护这支部队 咱们用这个危危救赵的方法 就会把当下这个危机给渡过去 公元303年末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 这一年 京城洛阳再一次笼罩在一片 阴郁的氛围之中 张芳持久战的效果开始起效 梁道被切断 洛阳城内的米价 也随之迅速飞涨到 一旦万钱的天价 公元304年正月25日 就在长沙王焦急等待关中的援军之际 却不曾料到 洛阳城内一场兵变正在酝酿 卷入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 他是司马尼的弟弟 司马魁 也就是现在长沙王 司马尼的叔叔 现在如果跟惠帝来论 他也属于惠帝的叔父辈 但是他这个属于宗室的远亲 但是呢 在当时一个环境下 在洛阳城里面 除了惠帝 跟长沙王司马尼之外 他是属于 全是可以排到第三的这样一个人物 断梁 没有援军 东海王真切地感受到 失败已成定局 正月26日 东海王突然发动兵电 出奇制胜 将长沙王关押于金庸城内 被俘获的长沙王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被关押于关中的陆军 可是他却不知 这支陆军早已被河间王 镇压下去 陛下堵目于情 委任臣处理朝政 如今 各朝臣处于私刑 将臣收捕关押 如果臣的死 可以使国家从此安宁 使司马家从此不再有纠纷 那么臣 将欣然救死 只可惜 臣的死 却只能令那些乱臣贼子 感到快意 对陛下毫无益处 公元304年 正月27日 长沙王被张芳 带到关中的军营中 处以火刑 这一年 长沙王司马懿 年仅28岁 公元304年 公元304年3月11日 成都王司马影 大败长沙王司马懿 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 走进洛阳 站在这座 他熟悉的城池之上 此情此景 初次上演 也是三年前的往事 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西晋王朝的皇太帝 这个位置 对于年仅26岁的成都王来说 一切似乎都来得太早 太顺利了 成都王地图坦荡 如今只需坐镇京都 携天子以令诸侯 登上皇帝宝座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就在此时 他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决定 返回叶城 当时成都王司马影 虽然已经过于皇太帝 他对局势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认识 因为在这个时候 地方的势力 中央已经左右不了了 日后有道爷子 能够当皇上 如果他还想把自己的势力 继续稳固下去的话 他必须有他一个大本领 他的大本领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叶城 他的主要势力 也是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他是有所依靠的 是他的一个 坚强的一个后盾 然后他就把洛阳 路上里这些事物 交给了一个叫石超 他的一个 成都王本以为 只要守住叶城这个大本领 日后便可顺利成为 西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只可惜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就在他离开的四个月后 洛阳城里 忽然发生变故 引发这场兵变的禀军人物 正是他的叔父 东海王司马越 自成都王成为皇太帝后 始终在叶城遥控朝政 目武军上 他的这种行为 引发了朝中重臣的不满 而这恰恰给了 希望争夺政权的东海王 一个起兵的有利借口 公元304年7月初四 东海王带领晋汇帝 率领十万大军 进军叶城 洛阳城里 成都王的心部 石超得知消息后 迅速逃往叶城报信 叶城与洛阳之间 腾阁河内 集郡两个郡县 正是设防的最佳地段 可出乎意料的是 东海王率领的王师 畅攻无阻 一路上始终没有遇见 成都王的军队 7月24日 王师很快递达荡阴县 此时距离叶城 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 大军压境 叶城内最受打击的 就是成都王 四个月前 自己还是西晋王朝的 皇台帝 而如今 却成为了 敬惠帝 指名典性的 头号逆臣 人生的起伏 剧烈莫测 他的叔父 东安王司马瑶 劝谏成都王 应放下武器 出城请罪 欲驾亲征 天危难拒 前途地业 终究只是难科一梦 成都王荒不择路 第一个念头 就是逃离叶城 荡音县里 东海王得到消息 成都王已经束手就擒 叶城已经重备 人组 毫无涉防的攻城 消息传害 东海王不战而胜 全军上下一片欢草 预先庆祝胜利 可是就在此时 军营外 突然传来了一阵阵 惊天动队的马蹄声 成都王的部下石超 正率领五万大军 直冲东海王的营地 局势的巨大转变 东海王始料未及 当时 叶城的动向 确实难以掌握 成都王更是心防忆弱 不 你向我输送中心 你是否与我 同你这样 如若逃跑 便万事皆休 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皇帝梦 就要化为乌有 成都王心有不甘 他要为自己的生路 做最后的一波 当阴县里 东海王得知错误的消息 成都王出奇制胜 这场战争最终以王师惨败 禁汇帝被辱而告终 战败的东海王 只好逃亡自己的封地 东海国 表面上 这场战役 是司马家族内部 争权夺利的一场斗争 可是 实际上 这场战役的发生 却是将西晋王朝 推入了万劫不复的 深渊之中 因为连年的征战 他们两个本身的军事实力 其实都不足以去围棋 他们之间这一种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又开始 往来像以后的 咱们所说的这个武狐 匈奴 底 还有贤卑 他们借兵 借用他们的势力 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这种行为 其实最后就造成了一个 五胡乱娃的这样一种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开始互相争斗 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就在荡阴之战结束不久后 一个名叫王骏的先飞族人 突然攻过夜城 成都王战败 带着敬惠帝 逃往京城洛阳 逃亡途中 敬惠帝鸡长鹿鹿 向身边的随从 要了一点钱 才从百姓那里 买来了一碗粗米饭 和一些咸菜 禁书惠帝传中记载 在天下荒灾的年岁 百姓饿死 禁惠帝却说 百姓没米饭吃 为何不吃肉粥 禁惠帝的回答 被冠上了 持呆皇帝的名号 如今他便能独自回答 百姓何不食肉粥 这个问题了 逃亡的第二天 成都王一行人到达温县 温县是司马氏家族的 祖根地 成都王与敬惠帝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会以这狼狈的样貌 来面对 埋葬在这里的 列祖列宗 公元三零四年七月 东海王攻打成都王之际 和监王司马勇听闻消息 立刻派遣手下大将张芳前去支援 半路途中 又得知成都王大胜 便改道去往洛阳 农历八月十五日 按照中国的传统节日来说 这是一个家族团聚的好日子 中秋节 这一天 张芳在京城门口迎接了逃亡五天的敬惠帝和成都王 三个月后新年将近 张芳有了回长安的念头 近年来 和监王与张芳虽是主谱关系 但和监王对张芳越来越倚重 而张芳也逐渐显现出了骄横跋扈的苗头 在没有和监王指令的情况下 他擅自撤兵返回关中 在离开京城之前 张芳率领两万军马进入皇宫 口称如今乱世 要请靖慧帝到关中 以确保皇帝的安慰 而其真正目的则是 有天子在守便可号令天下 此举等同结价 可是如今成都王只是一个逃难的王爷 东海王折服于东海国 其他诸王实力不强 一时之间竟无人出来谴责 和监王虽然手握静慧帝这张王牌 可是心中又不免有些担忧 为避免诸王联盟 他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与东海王讲和 和监王讲和的背后就寓意着他与成都王之间的盟友关系私利 他将一切的罪过都推诿于成都王 结果成都王的皇太帝之位被剥夺 取而代之的是靖谷帝最小的儿子 育章王 司马赤 公元305年 西晋王朝迎来了难得的太平日子 卷入混战的每个人都心力交瘁 和监王与东海王更是小心翼翼地 维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可是到了七月 和监王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 东海王传习关东七州要与各都督结盟 一年前 东海王表面上答应和监王的主动求和 实际上却是运筹帷幄 一年之后 习近王朝的半绿江山都拼命与东海王 关东七州联盟 关中孤立无援 东海王深信 和监王不可能有与之相匹敌的军事实力 奔善而至 这个便宜和监王的义和条件 他不可能会拒绝 关中 和监王面对七州的军事实力 他执政的雄心也已经烟消云散 如今 他只祈求能保住关中这个容身之地 可是 这个绝佳的机会 却被和监王的大将张芳回绝了 张芳以关中国父强兵 遵奉天子之义来号令天下为由 劝说和监王不能接受 为什么原因 他一定要主张司马庸一直要抗争到底 因为他其实在洛阳的时候 他干过很多坏事 杀杀掳掠 无所不为 司马懿也是 也是他杀害的 他其实知道自己罪念深重 只有在和监王这里 和监王 司马庸取胜之后 他有可能能够保住性命 如果是和监王 司马庸失败之后 他落到东海王司马岳手里的话 他是必死无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力主 司马庸 我从司马远一直要抗争到 也许是因为张芳的极力反对 也许是因为自己心存侥幸 和监王最终决定 孤注一致 他派张芳率领十万大军 困鱼坝上 静观关东局势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一段和监王还真等到极 公元305年 就在东海王与和监王谈判失败之后 疾病两州突然发生变故 北方的匈奴人进入中南 东海王司马日宫 在济州印州的军力 瞬间五崩瓦解 甚至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个月内 声势浩荡的关东联军 竟有五州丧失战斗能力 关东联盟摇摇地坠 这无疑送给了和监王一个大号尸击 关外捷报接踵而来 局势瞬间逆转 和监王又新生执政当权的野心 外换之际 西晋王朝的领域上 宗室内部再次卷起一场 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波 可是就在和监王准备反攻东海王之际 关中的战况也发生了意外 公元305年的最后一个月 对于和监王来说就如同噩梦 活跃在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人突然来袭 瞬间将和监王在关外的势力全权肃清 就在战败之际 和监王又得知手下张芳图谋造反 当时他让张芳呢 他是屯兵于霸上 一直按兵不动 这时候就有人跟司马远说 张芳屯兵霸上 他其实不是准备去进击司马越 他是在等司马越来 等司马越来之后 王来就要联合司马越 王来准备判断 一起来攻南 司马远也听起了这个谣言 听起了这个谣言之后 他就派人 完了把这个张芳给杀掉 杀掉张芳之后 拿上张芳的手机 完了以张芳这个手机 来换取司马越能够停止进攻 但最后和监王 司马远他还是失败了 公元306年2月初六 东海王传令关东诸军出兵关中 和监王闻讯大惊 立刻派兵驻守无限霸蜀 这是和监王设置的两道防线 也是仅有的两道防线 失去张芳 和监王的军力大大折扣 三个月后 关东联军轻而易举地攻破了这两道重要防线 和监王弃城逃往汉中 武政大臣之位 最终落入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手中 和监王兵败前 身处洛阳城内的成都王 也受到了关东联军的攻打 无处可去的成都王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封国 叶城 成都王素有威望 当时叶城的藩王担忧收留成都王 将会成为后患 便用麻绳将其活活勒死 公元306年11月 在送走长沙王 成都王等几十位亲人后 敬惠帝也迎来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十八日的夜晚 敬惠帝司马忠突然抱足于寒章殿内 十年四十八岁 恶号传出朝野震惊 敬惠帝的死亡 有人相传是被东海王所杀 也有人说是东宫太子暗杀 事实的真相 成为了历史 留给世人的一道谜题 公元306年12月28日 皇太祖司马赤登上皇位 史称敬怀帝 他是敬惠帝的弟弟 敬母帝最小的儿子 即位当天 敬怀帝下诏任命河坚王为司徒 即刻进京就职 不料在去往洛阳的半路途中 被东海王的手下扼杀于马车之中 河坚王的死宣告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终于落下帷幕 西晋王朝的政权 最终落在了东海王的手里 可是他也并非是最终的赢家 八王之乱留给他的 将是司马家族 这十六年来酿下的全部恶果 中国历史上短命的大一统王朝并不罕见 前有秦朝后有隋朝 两朝灭亡之后 最终崛起的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汉唐两朝 可是西晋王朝最后迎来的 却是更为混乱的时代 反正他的号召力其实并不是很强 他其实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当时已经有到汉代的时候已经实行这个俊宣制 以前的分分制已经被历史证明 这个是对中央集权这样一种政权形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但是西晋还是采用了这些作法 大家后来后果也看到了 这些宗室各王之间为了夺取最高的威胁权力 不断地进行斗争 最后发发了这样一个非常惨略 东方时间非常正常的一个把握之外 公元307年 近怀的司马赤大赦天下 废除西晋王朝最为残酷的诛灭三族的刑法 为了祈祷西晋永远吉祥 他早早地就想好了自己的年号 永家 永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